有时候也会自我怀疑 当初是不是选错了路 这一路还是伴随着 很多不定的声音 趁现在还年轻呢 多拼一下 我已经选择用医生去做的 只是世人的眼光让他变得不平凡了 欢迎大家来到厦门来风喜剧 开网门现场欢迎大家 你们算什么女人 0.1 0.5 5 3 3 3 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欢迎我们跳 祝你一位小贾 祝你一位小贾 我这边也住了两年多了 上班来的游戏场会走错 这种巷子 狠狠拐拐的 16年毕业了 做民宿的新美景 一直做到前几个月 现在全职了 这个奖杯奖杯是没啥的 但是就是在民宿的时候 那个年会 就是我第一次想脱口秀 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 我就想 要不然我去表演脱口秀 收脱口秀怎么写 刚好收到 厦门来风主力人路西的微信 其实我讲话这样是天生了 我刚出生的时候大朗学俩 不会哭 甚至有点像笑 我第一次上海讲脱口秀台下观众楼听哭了 话都说不好 还敢上台宴 还宴成这样 我说你别哭啊 我很乐观啊 我哪里哭啊 你都不知道你讲了 一晚上喷了都好口秀 所以在座应该见过很多网络喷子 第一次见过我这种实体喷子 第一次又炸场了 当时我们觉得 诶 这可能是个宝战男孩 我童年遭遇过很多校园霸凌 每次下课再走完 一排同学站在那边 只要我走过去 他们就开始笑跟起哄 虽然想想觉得好幸福啊 他们脱口秀简单多了 这一路还是伴随着很多否定的生人 他肯定是会留在你心里 不过现在更多的时候 他会成为你生活的素材 最近在狂写 就也不知道内容质量 保不保证晚上试一下 但感觉还是 还需要再打磨 昨天那套也打磨了 将近一个来月 我昨天就有点讲腻了 其实 哇真好 谢谢注意找到了自己的长处 我今天新段子可能会不好笑 你要做好准备 好吗 OK 让我们有请新段子的小家 这是个新的 偷看一下假装没看到 因为自己也很 对 苹果品是真的 嗯 哦 对 好了 想起来了 想起科长的东西把他气死我了 哈哈 第一次忘记到了 这么厉害 哈哈 哇他垮了 没有没有没有 垮垮垮垮 今天 刚刚写的稿 不应该去忘写 这个是 最基本的 我为什么 你什么 你干的事 我怎么在哪里 我没有在哪里 这个家里 在哪里 这家里 我怎么在哪里 这家里 我爱公 02年走的 走之前一个多月就 我们进去 先去 之後就約定說每十年拍一次 用每十年拍一次 你就會發現照片裡 要麼就少一些人 我爸是在疫情之前 突然他心梗去世了 大家放心鬆 我上次講到這裡 然後有個觀眾說 沒事啊 沒事啊 就是個梗 我跟那個觀眾說 不是 那個觀眾 我今天有個就是 我爸是在疫情之前突然心梗 其實後面家的那一段 會不會讓觀眾放鬆了 這個可以做為常態嗎 可以 清明節回去祭拜 我們會同時丟兩門硬幣 來問他是不是吃飽了 就一個正面一個畫面 代表的是認可 我就在想 哪天 我爸沒有吃飽 但是硬幣剛好一正一環 怎麼辦 他是不是要從那個骨灰和力跳出來 說搞錯搞錯 我還有點餓 他很不高興說明我們說的這個事 影響到他 就是這個事應該說 要給觀眾不要 觀眾是出的好戲 這真的是好事 為什麼要在這個群裡面 我真的是覺得就是 以後他會面對很多這樣子的事情 然後我就會覺得 因為喜劇本身就是拋開自己 然後拋開自己內心 然後也是治癒的過程 他治癒的過程中 他會受到各種各樣的評價 我覺得這個事情還挺慘的 特別有無害的語言 我寫爸爸那段的時候 我就覺得 他就在那 在文字裡 他雖然離開了 但是他也還在 小時候我爸問我 你長大後想幹嘛 我說爸 我想當個笑話 我後來問他我說 爸 你來看我笑話了嗎 那個音頻剛好一個正面 一個畫面 謝謝 有很多人在愛你 有很多人在等你上海那一刻 脫口秀對我的意義 都是一個自我和解 也讓我更好的去接納這個世界 收到了人生第一次 哇 很開心 真的是 誤打誤撞 好像上天給你安排一個舞台 可以讓你閃閃的花光